18歲公民權修憲案送出立院 何時投票覆決 民進黨傾向綁年底九合一選舉 卻也哀轟著是金飛 為何去年公投綁大選不行 今年又可以 沒有法律也都可以做 這次公投權投票年齡下修 以今年16到18歲人數計算 到2024大選年 首投足人數將可大增88萬5000人 在野黨也憂心綠軍 將狹執政優勢 搶進高中校園 年輕選民回鄉投票的比例增加的話 我想呢 當然對於這個縣市黨選舉 尤其是一些藍綠候選人 比較接近的一些縣市黨選舉的話 可能就會造成一些影響 覆決催出年輕選票 18歲公民權與九合一大選訪一起 這批關鍵手術 也將成為大選的藍綠兵家避爭之地 記者吳俊瑋離選台北報導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兩下方QR Code 對於歸史 歸史 歸史